嗨,大家好,我是Jeremy 今天呢,将会给大家以中文的方式去讲解一下 当我们在做这动作评估的时候呢 我们是看哪些关节代偿呢? 那当我们做动作评估 那NASM当然我们是会做过头深蹲,单腿深蹲,推和拉 那在这个动作模式上呢,我们将会看这五个关节的活动 也就是踝关节,膝关节,宽关节,肩关节,还有颈关节 这五个关节活动呢,我们也有另外一个名称是叫Penetic Chain Checkpoint 那中文也是动力链 那特别是在这个动作的时候,过头深蹲,双手伸直 逐步与宽同宽,深蹲到椅子的高度再站起来 那从这个当中,我们将会很清晰的看得出来 在这个模式上呢,客户呈现出来哪一些肌肉代偿 那当然从这个结果,我们将可以帮客户进行三个月的训练计划表 那如果大家有兴趣想学,或者是想知道更多欢迎NASM私人教练课程的话呢 可以联络我们咯,到此见,拜拜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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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